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名下这么多房子 哪套房子最影响自身运势呢 如果对自身影响最大的房子长期不住 对个人运势又有什么影响 今天大佬带着这些疑问来为大家讲解一下房子的风水秘密 一 名下哪套房子对个人运势影响最大 如果一个人名下有多套房产 哪所的风水与它有关呢 其实这个问题需要结合房屋的类型和居住时间来判断 大佬尝试来解答这个问题 一 住得多的房子 这是指自己最常居住的房子 毫无疑问 洋宅风水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居住在其中的人 每天受到这个房子及周边环境的综合影响 自然对这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运势产生影响 不可不查 二 老家的房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 很多地方出现了农村房子人去乌空的现象 很多朋友舍弃了老家的祖宅 认为反正不在那里居住 风水环境就没有影响了 其实一个家庭的祖宅 也就是家人世代居住的地方 历经了家人上百年的经营 包含着家族重要的生命信息与生活方式 理念等 还往往是所有儿女的出生地 生长地 只要自家人还是这所房子的所有者 它的风水就会影响到自己 影响到家人 大佬提醒 一般来说 如果你在老宅从出生居住到12岁以上 也就是一个地质循环 这个房屋只要不拆迁 就与你血脉相连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即使老家的房子没人居住 也要修建祖宅的原因 三 租来的房子 很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 因为刚刚参加工作 暂时没有能力购买自己的房子 只能选择租房居住 那么租来的房子对自己是否产生影响呢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洋宅风水影响的主要就是居住在其中的人 房子虽然不是自己的 但房子的阴阳相背 气场五行 都由实际居住者来承受 所以房子即便是租来的房子 它的风水影响也非常大 大佬提醒 租来的房子也要住一段时间才会有风水影响 这个时间我们认为最少需要一个节气 大约一个月 如果你只是住了两天宾馆 它的风水对你是没什么影响 因为你的租客就是你的客户 你的房子就是你的店面 如果风水不好 房子不好对外出租 即使租出去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你这个房东也会很麻烦 所以 至少让你的房子风水说的过去还是很重要的 五 工作地 除了住宅以外 人们度过最长时间的地方 就是工作单位或者工作地了 其时间甚至超过了在家的时间 所以人们的运势也与工作地的风水有很大关系 大佬认为家居风水影响的是家人健康和感情 而工作地或者办公室的风水 与你的事业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必须加以重视 家庭和睦是事业发展的基础 但只有家庭和睦 未必一定能够让你事业顺利 六 祖坟的风水 风水学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阴宅 也就是祖上父母坟种的风水 风水学发源于阴宅 阳宅也就是家居风水的很多理念 方法与原则都是借鉴的阴宅风水学 一个家庭的综合运势 吉凶祸福往往还与祖坟有关 大佬提醒 从时间上说 阴宅风水的影响要比阳宅来得缓慢 但更加绵长 影响面说 阳宅风水只影响居住在里面的人 阴宅风水是要影响与其鲜命血脉相关的家族所有成员 按照血脉远近影响力不同 所以阴宅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发现一辈人或者某一辈人 出现了明显的问题 就要考虑是否是阴宅出了问题 如果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房子 由于出差或者旅游 长期没有居住 不仅会落满灰尘 生出霉味 还会产生一些风水上的问题 一 会有阴气 阳没动 阴没静 房子是固定不动的 属于阴 人是活动的群体 属于阳 人与房子朝夕相处 自然要有和谐的阴阳磁场 这样才能人宅两望 有利于家庭 事业 健康 财富 等人生的运势 一些家居 如果是阴气过重 都不适合居住 都会影响到人的运势 二 房子很快变旧 没有人住的房间 一般都会门窗紧闭 空气不流通 光线昏暖 在这种情况下 气体就会变质 接电的浮沉 也会滋生出各种微生物 布满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和各个家具 建筑材料上 慢慢地腐蚀一切 这也就是没人住的房间 会很快变旧的原因所在 三 影响健康 由于阴性物质 已经长时间习惯 待在了这个房间 比较留恋 而不愿意离开 如果家庭成员中 谁的阳气弱 这些阴性物质 随之 也就会附着和干扰着这个人 从而使此人的精神 和身体受到影响 出现各种怪病 和行为反常 导致人身体容易出现问题 不利健康 四 影响运势 面对现在一些 长期空荡荡的楼房 我们搬进去时 一定先要通风数天后 然后再仔细打扫 毕竟有些房屋本身 是阴气重 且不通风的 最好的方法 是请专业人士 来衡量气场 看是否适合居住 否则对于 长期没有居住的房子 如果长期住进去 自身的运势 必定会折损 住长期不住人的房子前 一定要做三件事 当你想要重新入住时 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一 开窗入风 所谓风水 就是要先有风 才能生水 再然后才能风生水起 生机活力经久不衰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一家人才能 其乐融融 温馨和睦 风水 进门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向南的窗户 再按照东北西的顺序 将窗户依次打开 也只有这样 才能将之前 沉积已久的 不良风水彻底清空 才有余地和空间 纳入新的风水气场 二 开门看路 如果在入住之前 就已经知道 这栋房子空置已久 那在进门之前 你可以事先准备一根长棍 或者是雨伞 扫帚 拖板 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 在人进门之前 将这些东西 先伸进房子里面 在风水中 这叫做破室 此举可将房间里 那些阴暗邪碎的气息破除 以免当我们进入房间时 这些阴邪之气 对我们造成不利影响 三 清理灰尘 身处在灰尘遍布 煤气冲天的房子中 难免会 浸染上不良的气场和风水 遇到这种情况 不必惊慌 我们可以把身上的灰尘 和煤气胆掉 不让那些陈年旧气和煤运晦气 依附在我们身上 对自己和家人的运势 造成损害 进入这些房子 难免会让自己沾染尘埃气息 其实已经沾染上了房屋的旧风水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 在出门之后 把脚上的尘埃 身上的尘埃 担一担 清一清 避免随身带着这些 陈旧气息 晦气 影响自身的运势 讲了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理解了没有 总的来说 房子并不是越多越好 而是越望自己越好 太多的房子 反而会给自己 招来不少麻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